北京时间11月17日,火箭在客场以142比116大胜太阳,火箭的中国球员周琦替补出场8分钟,虽然他三头零重没有得分,但是他送出了三个大帽。 由于火箭队的领先优势巨大,所以周琦今天提前替补登场,他在第四节还剩7分多钟时就上场了。 当时詹姆斯、哈登还留在场上。 上场之后,周琦在进攻端没有得到多少机会,他更多的是在场上进行折反跑。 由于今天菲尼克斯的现场来了许多中国球迷,每当周琦得球,现场的呼喊声就很响亮,这可能让周琦感到有些紧张。 第四节还剩4分多钟,周琦出现了一次底线发球失误,结果被太阳队强断并命中一个中投。 进攻端周琦的出手次数有限,他有一次持球背身单打的后仰跳投,可惜球弹框而出。 但周琦今天在防守端的表现可圈可点,特别是护框方面。 第四节还剩1分59秒,太阳中锋灵恩抢到前场篮板之后,准备二次进攻,结果被周琦正面封盖。 最后还剩38秒,周琦又在篮下封盖掉灵恩的上篮,之后灵恩抢到进攻篮板,而周琦再次试图封盖,结果被吹犯规。 今天周琦在8分钟的出场时间内三投灵重没有得分,但是他送出了三个大帽,其中两个是给了灵恩,罗森。